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年武汉的夏天热得让人秩序 没人知道曹玉海的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 后来人们在整理移物时发现曹玉海直到西深 还增长着未婚妻给他写的信 附带的还有一对洁白的枕套 上面绣着四个大字 永不变心 说起来呀 曹玉海不到十岁就成为了一名孤儿 他比任何人都渴望真是来之不易的爱情 口望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 祖国与家庭之间 曹玉海最终选择了为祖国而战 眼下在我们国家没有了战火硝烟的生死分离 也没有英雄曹玉海面临的艰难抉择 但是我们作为中国军人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 场景如何变化 牺牲过人的幸福 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决心和意志 绝不会改变 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决心